男人就这样被扔到绵糊的面容上 男人使出全身力气想要挣脱 无奈面皮实在是太凝了 然而更可怕的是 紧接着一个鸡肠碌碌的巨人 朝他撒上了一群面 男人被呛得差点没喘上气 然而接下来巨人的动作更是把公主看待了 紧接着巨人把男人连带面皮裹了起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一边 巨人的操作把公主都看傻了 感受到了公主炙热的目光 巨人转头看了看她 并没有理会 转身就去准备其他食材 公主知道下一个带宰的羔羊就是自己了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她发现杰克悄悄潜入了进来 而此时的巨人还在思考该加什么料 杰克已经悄悄来到公主身边 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想要抬起铁龙放出公主 但无奈铁龙太重了只能放弃 巨人依旧没有察觉杰克的到来 公主健壮赶紧叫他先去救队长 杰克转头就看见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队长 赶紧跑到队长身边 拿起匕首就开始切割面皮 想要把队长救出来 然而还没找他成功 巨人准备好调料之后就开始过来 杰克赶紧把匕首偷偷塞给队长之后 快速躲到一旁的木头后面 然而接下来巨人的操作 更是把所有人的心都提到扫地 只见他拿起木棍就往卷心里上插 刚刚还在叫喊的肥猪瞬间安静了下来 很快就轮到队长这里 好在位置不对 队长索性躲过一截 但现在高兴还为时上海 紧接着巨人就把他们放进炙热的烤箱里进行烘烤 这样下去他必死无疑 杰克见状赶紧顺着绳子往上爬 悄悄来到刀架上 然而此时的巨人依旧没有注意到杰克的存在 尽情地展示他的绝世刀工 切完配料后 该煮菜上场了 紧接着巨人把公主从笼子里抓出来 然后放在铁板上 眼看公主小命即将不保 危急时刻 杰克偷偷取出刀架上的尖刀 然后就在巨人准备动手时 直接抱起尖刀一跃而下 刚好刺入巨人后背 吃痛的巨人发出杀猪般的尖叫声 不停挣扎想要拔出背后的尖刀 杰克死死抓住刀柄不够封锁 背上的刺痛的巨人心脏 在挣扎的过程中 巨人直接撞到身后的墙上 彻底隐恨西北 巨人倒地之后 杰克赶紧从巨人身上下来 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到参天藤蔓处 然而卷毛哥早已安排了一个巨人在这里把守 三人想要离开比登天还难 然而就在这时杰克看到身旁环绕的密封 心里瞬间来了主意 只见他们挑着一个风潮 小心翼翼地来到巨人身边 生怕吵醒酣睡的巨人 队长扎好马步 然后小心翼翼地拉开巨人的头 紧接着杰克把风潮递了回去